接下来咱们需要解锁下一个 说了解被水单位这个企业的外部环境 这个内容 内部说完了 咱们看外部这段 那么应该说 对被水单位外部环境的了解 其实我们讲的更加的粗糙一点 说因为内部这块的水道它的业务 所以咱们说包括业务模式 这个情况 那和这个固有风险结合特别紧密 而外部环境这块呢 咱们其实知道的就糙一些 但不是说对企业没有影响 恰恰相反 这个外部环境这里东西啊 对企业影响很大 特别是呢 对我们说分析这个企业 面临的一些外部的这种威胁啊 这类的情况 那么威胁往往就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比如说面临一些威胁 那企业应对不利 他可能在财务上往回着补 所以呢在这里啊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 考试中可考性比较强 但这种考试把背景资料给我们 从这里要找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然后说可能对报表什么影响 这么个意思啊 那首先咱们说了解被带位的外部因素 这个基本内容 那么这里面咱们了解的主要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呢是这种行业的情况 行业状况 然后呢再有呢这种法律接管环境 那最后一个呢就其他一些外部因素 这个和咱们以前来比啊 其实没什么变化 跟以前来说 其实也这几个方面啊 这样一个 那首先咱们说了解被带位的行业因素 那这个呢包括什么呢 说整个行业的形式 什么竞争啊 供应商客户关系啊 旧发展情况啊这类的 像这个呢在我们 如果有同学学过战略的话 这个内容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了 因为我们说对企业要做战略分析 要看外部的环境分析 那比如宏观的 比如中观的 中观这块呢就这行业的情况 我们需要看呢 比如说宏观用派子分析啊 中观这块呢我们考虑 看看这种价值链条啊 这也都这类情况啊 这样一个 那具体的这块咱们来稍微说一下啊 说了解被带位的行业因素 这个主要内容 这个呢就相关的一些行业指标啊 统计数据这块 那么有这么几个方面 就这几个方面不用去背它 但大致上呢给大家列了一下顺序 能源供应 那能源成本的问题 生产技术啊 生产介性周期性啊 市场需求和竞争啊 就这个呢画的这个顺序 就是一个价值链条的问题 波特价值这儿 从供应到生产到销售 这么一个环境啊 或者说这么一个链条 所以这样啊 咱们每个环节都加以了解 然后看 比如哪个环节更容易创造利润呢 哪个环节可能给企业带来压力啊 这是咱们去了解的 比如说现在 现在呢咱们说 比如说新能源车 这比较火的这个 但这个行业啊 咱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供应的问题 因为呢 新能源车很重要一点 就是这个电池技术 再往上一点呢 就是什么 这个相应的这个矿 矿藏的问题 那实际上呢 这种电池技术 就把是在那两家手里 一旦呢 矿藏这块 矿产资源 原价上涨了 那么必然电池上涨 电池上涨的话呢 哎 这些车企 新能源车企 立马什么 哎 他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在供应环节上 人家利润率高 他的利润率就被压下去了 因为他很难去往下去转价 说咱们转到市场这块 让呢 消息者去买单 其实很难 因为消息者毕竟还面临着 说选新能源车 还选呢 传统的啊 这种呢 油耗车啊 这类的 所以他不能在这转价的话 他就供应这块 又上去了 他实际上压力就很大 对吧 就这很好理解这一块 然后说 对于被水难为所处的行业 可能呢 由于这种经营性质 或是监管程度 会导致一些特定的 重大挫暴风险 特定的这一块 那注意啊 这个特定的重大挫暴风险 未必是特别风险啊 这特定是在我们行业 所特有的 那这里举例啊 比如说 在建造行业当中 本身呢 这种长期合同 是一道对收入啊 费用做重要估计 进而导致抓错风险 啊 那比如说啊 咱们在收准的下 是一道 说这种建造合同 长期合同 很可能 我不是说一定啊 咱们要判断的 很可能是一个 时段履约 而这种时段履约 说履约进度的 这个判断 这个影响就很大 因为对收入券影响很大 所以呢 说这个本身有什么风险 那在这时候 我们需要具有 那具备 适当设计能力的成员 变得重要 所以呢 你看 对背景难为有影响 我们是应对这块 要考虑这个问题 啊 那再有呢 这种法律监管的环境 那这里呢 咱们说 主要是 需要留下这么些情况 这个咱们一般看看 法律监管环境啊 那比如说 有一些 说受那管制的行业的 法律框架 啊 这么一些 那比如说 与一些审判监管有关的 那监管框架呀 相关披露的要求 那这个呢 就需要 那可能有的是 要在报表当中 或复述当中 加以反应的 啊 这种监管的问题 对吧 再有呢 是对那被证单位 这种经营活动 有重大影响的一些 法律法规 什么劳动法 有关的一些法律呀 再有税收的这块 什么所谓税优惠政策啊 或者是呢 有一些限制性政策啊 那这个咱们不一个一个 去说了啊 这话 只是咱们要注意 监管环境 法律环境这话 其实都可能产生影响 而且呢 说这个内容 并不在这就完了 就这个内容呢 和我们后面 在我们的第五节当中 讲的报表审计中 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这要结合在一起的 只不过我们在这里呢 讲的相对的略 后面呢 哎 这个法律法规考虑 讲的就更深入了 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啊 然后再一个其他外部因素 这个主要指的是一些经济性的因素 什么总体经济的情况啊 利率啊 融资可获的性啊 通胀啊 并且变动啊 等等 这个咱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作为注快师行业 你要所审对象的行业 你得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呢 经济上你得有了解 然后自己的专业上 还要比较擅长 所以对注快师要求 其实挺高的做审计啊 然后说 这里具体来看 比如说 红尔基金状况怎么样啊 未来发展趋势怎么样啊 然后呢 说背景大卫的基金活动 是否受到汇率波动啊 说全球市场力量的影响啊 那这是不是他有一些 对外的这种呢 经营活动啊 或对外销售啊 或外部的采购啊 受到这种影响啊 再有呢 全球的这种呢 竞争的关系啊 供应关系啊 这类的 那本地或国内的这种经营状况 那对背景大卫的这种经营活动影响啊 等等等等吧 那这里啊 简单举了个例子 这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他说这样的 比如说 说从事捐机硬件制造的病单位 我们更关心市场竞争 对吧 市场啊竞争就进步的情况 其实这个呢 这例子太古老了 老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啊 这个07年的时候 就是这类例子 然后现在还有啊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咱们换一换 那可能不叫捐机硬件了 咱们改成像这种移动设备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或者是呢 咱们说哎 比较关心的芯片技术 那这样的话就一个现代的一点的例子了 对吧 但是呢 也是这种市场啊竞争啊 技术技术的影响都一样啊 再比如金融机构的宏观经营走势啊 货币政策啊 财政方面的宏观经营政策啊 那么化工这类的那么环保的法规规定 啊 其实呢 咱们还有很多大企业 他可能都受到啊 整个这种环境啊 这个相关法律的一些影响 那这个呢 咱们说都是一些什么呢 哎 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虑啊 这是外部的这块 啊 然后对这类的了解的重点和了解程度 那么我们说了解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要掌握 主要放在一个说对贝省单位金融活动 可能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因素上 再有呢 说有些因素和前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上 所以一个本身他重要 主要影响的一个是重大变化 这个我们需要掌握 那需要掌握的 然后咱们要考虑 说贝省单位所处的行业的 业务性质減弱程度 是我会导致特定抓错风险 然后考虑项目组 是我配备了就相关知识经验的成员 这个就和咱们刚才那个例子就对应上了 也就可以了啊 然后在这里 那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啊 就是对于那外部因素的我们的了解 我们一般可以运用呢 比如战略分析当中 PES分析啊 波特武力模型啊这类的 这个不是说我在这里这么讲啊 实务当中 说我们的事务所 他就应该这么做 只不过呢 大家要注意 那咱们运用这个模型 是用这模型 但并不是和人的完全一样 那要说和我们战略管理 不同在于 我们在审计中 看外部环境 主要是看给其他带来的威胁 战略当中呢 都得看 有机会 有威胁 而我们来看的 是威胁为主 机会呢 也要看到 但相对来说 我们感觉 我们的眼光更消极一点 对吧 啊 这的确是一个特点啊 就是特别是前面啊 咱们也包括说和被审单位人员沟通交流的问题 那么一沟通一交流 咱们前面不有什么询问啊 什么那些 你会发现 我们重要是好像 这工作啊 带着消极的心意啊 一问的 总关系一些不好的事 人说 你就不能阳光一点吗 那我跟你在讲的 都是我们 如何发展啊 如何呢 这个应对困难啊 你怎么总想的不好的事情呢 这不是我们总想不好的事情 而是说 我们更关注这种不好的事情 给企业带来的 可能导致 报表发生的重大拓保风险 如此而已 那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工作工作生活生活啊 工作当中 更多看一些不太好的方面 生活中呢 该积极要积极 那这就是还不说 外部环境的这一块 这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对吧 此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 业绩衡量 这个问题 内部的外部加业绩衡量 这样就构成了解 被人单位及环境 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啊 那咱们来解锁这个业衡量 此外呢 还要看看 曹报编辑基础啊 快政策这一块 所以我们说 用两个半的内容 来讲了解被人单位 及环境 然后用半个内容 了解被人单位 他的相关的曹报编辑基础 快政策这一块 我们来解锁 我们这一节的最后一个问题 对被人单位的业绩衡量 与评价 以及相关的曹报编辑基础 这类东西 那首先咱们来说 关于这个业绩的衡量标准 对于这个呢 我们一般是通过询问管理层 这个程序 去了解的 那就是对他业绩衡量标准是什么 通过这个 包括内部 包括外部啊 通过这种询问 有这种我们就开始去考虑 这种内部或外部的衡量标准 是否会导致被人单位面临 实现业绩目标的压力 那么到后面 我们第五节 你要看到这个压力 就知道了 因为有可能导致一个 舞弊的风险 那现在咱们先知道了 有这种业绩衡量 很可能导致 这种舞弊风险因素的出现 所以担心管理层 是否因为压力下会舞弊 那这是我们说来了解 可能会导致的这个 我们能证明的一个事情啊 然后说这种压力啊 一方面 就正向的 在压力下有人要急应对 但更担心的什么呢 就是可能使得 关系层采用某些措施 增加了 发生向关系层偏向啊 或是舞弊导致的错报可能性 比如说呢 为了改善进行业绩 那这一块那出现了某种偏向 或者是有意歪曲 财务报表 那这里啊 这种关系层偏向 那去体现经营业绩好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到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是在会计估计上 那因为会计估计呢 这里面有一些关系层的偏向可能 还有一种故意的 那就是歪曲财务报表 破报的问题了 舞弊的问题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一个 所以必须要问啊 这种呢 财务业绩衡量的标准 然后当然呢 说对于这个背景单位的外部的机构人员 什么分析师啊 信用机构啊 新闻媒体啊 税务机关啊 监管啊 保护商会啊 甚至资金清发 也可能有一些去评价 分析背景单位的财务业绩的这一块 所以他们也会面临这一波的这种压力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 公开获得的这种可公开获得的信息 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业务 识别相关矛盾的信息 所以呢 其实这个内容 就和我们低解我们的分析评估基本程序对应上的 分析评估基本程序 咱们主要是询问程序 那询问是内部人员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也包括从外部获得信息 可公开获得的这种信息 那这个咱们没说 这叫询问 还叫观察 还叫检查 都没说 反正是获得这个信息了 获得之后 我们可以拿去看 去那检查这个信息 然后看对变成难为影响 所以这是有其他的一些程序 然后你说获得这种信息是什么 获得的 是什么 现在你也没特别说明是什么 反正能获得信息 对吧 所以这是可以考虑获得的 然后再有 咱们来说具体的了解的主要方面 一个呢 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些信息 这个一般看看啊 说了也被难为业绩衡量评价的时候 观众信息 那么主要这么几个方面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业绩指标 比率 趋势统计数据 同期的财务业绩的比较分析 预算呢 差异报告啊 差异分析业绩报告啊 业绩考核 激励性报酬 以及和竞争对手的业绩比较 那这是我们一般来看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有我们重点要关注 内部的财务业绩衡量的结果 因为呢 说与这个内部财务业绩衡量有关系 有可能显出财务报表有的错报风险 那这个就比较直接了啊 我们比较关注的 那么这里举例上 说内部的财务业绩衡量可能显出 变成单位啊 与同行业 其他单位相比 有异常的增长率 或盈利水平 那如果再与的业绩奖金呢 进行报酬因素再结合起来 我们考虑就可能发现 哦这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存在某种倾向性的错报风险 那有这类可能对吧 那其实这个呢 你想咱们这种比较 是不是说 这也是我们分析程序的一部分啊 咱们分析程序来算出来 这种呢增长率 那然后呢 有个标准比较 可以和同行业去比较 当然那人自己的这种 他考核KPI 那咱们说哦 这个东西拿过来 跟那同行业比较 因为他自己考核嘛 就拿这个关系指标一比较 发现哦 这可能有些异常 再结合相关我们询问的这种 那因素 结合起来可能有这种舞弊啊 或那这种 故意的一种倾向性错误 然后说了 我们要关注病人单位 内部才业横面所显示的 为预期到的结果和趋势 以及管理层 说对这类情况的调查结果和决定措施 以及说这块 是否显出报表 可能有重大所报 那当然这里有的呢 说管理层 对此也不闻不问 甚至可能就是管理层 来做的 人呢还心心自得呢 觉得 哎 我们做到了 那你就要想到 哎 这可能是管理层舞弊的问题了 对吧 啊 再有一个这个特别掌握的 考虑到财务业绩衡量指标的一个本身 数据口号性的问题 这点呢 在我们审计中要特别关注啊 前面再讲 审计正义时提到了 然后以后呢 我们将不止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是要反复提到的 用被审单位的这个数据 或者是呢 其他的数据都要考虑数据 它是否准确 那是否可靠 是否相关 那现在主要是一口性的问题 说如果我们只要在审计中 那比如说做飞行程序 利用了财务业绩指标 那要考虑这个信息是否可靠 以及说利用这个程序 实习业时利用这个信息 是否足以发现重要错报 所以考虑是否可靠的问题 是否相关的问题 对吧 那这两句话不就说这个吗 是否可靠 是否相关 那不就是咱们审计证据的质量吗 这是要考虑到 分评估当中 对数量的我们是定性判断 对质量的肯定是相关可靠 相关 那就是能不能发现出法错报风险 可靠呢 能不能信赖这个指标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通过说了解 病人单位的财务业绩衡量评价 目的就是考虑 有没有面临着 实现某些关键财务业绩指标的压力 那这个一定要落到这个压力上 然后后面就联系到我们的5B风险了 那在这里听大家就是 对业绩的衡量评价 一定要和5B的筛速分析 结合掌握 第五节就要讲啊 不要担心 好了 就要前面啊 咱们讲那些就 讲完了了解病人单位及环境 包括内部的外部的 包括呢 相关的业绩衡量评价 然后紧接着 我们了解第二个方面 就要咱们反复强调啊 三个方面 前面咱们第二个支点 第三个支点 和我们刚刚这支点的第一个部分 这都是第一个方面 了解病人单位及环境 然后紧接第二方面 来看财务报告别人基础的问题 那么这里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说病人单位所适用的财务报告别人基础 以及他如何根据病人单位及环境的性质情况 来御用这个基础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 比如说 首先与病人单位啊 所适用的财务报告别人基础 有关的财务报告的实务问题 那这里是有重点的啊 其实就是 关注这个风险性的问题 对吧 就哪个会导致风险呢 比如说 这种快据政策 行业惯例 那包括一些特定行业 各类交易啊 账户余额啊 财务报相关披露 像什么 银行业的这种贷款投资啊 医药行业的研发呀 那像这类问题呢 咱们甚至可能会给他一个 什么特定的主要性 对吧 特定主要性的问题 那再有呢 就是收入的确认呢 金融工具相关信用损失的快处理啊 外币的这块资产负债啊 也是异常的交易啊 比如说 有争议的新领域的交易啊 对吧 他如果进行快处理 比如加密币啊 这类的处理 那么这个呢 注意 那咱们就稍微看一下 其中呢 在跟我们考虑有关的 主要这两个啊 这个在咱们考虑中会涉及到的 所以后面呢 咱们服务当中也要特别注意 像收入的这一块 像金融工具这一块 相应的一些会计规范 因为它可能导致的 就是咱们分离评估当中考题的内容 然后再有 说通过就被认单位 对那块资政策选择运用 包括呢 它有可能有发生变化呀 变化原因或者了解 那这时候我们对这一面所考虑的 主要这么些事情 一个 被认单位用于确认纪然列报 重大异常的交易的方法 再有 缺乏权威性的标准或共识的 争议的或吸引领域 采用重要会计政策的一些影响 那这个要注意啊 就是实际上啊 我们会计有很多东西 它实际上走得慢 会计规范 所以呢 就是有些事情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如何进行处理呢 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时候 咱们不能说企业用哪一种处理就是错误 说被认单位说你用这种话就错误 这个不是 因为缺乏权性的标准共识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 它采用的相应的政策 它的影响 那它可以用那相关政策 比如说啊 咱们最近 可能有同学知道啊 就是今年到快当中 加了问题 那就减快准则解释第16号 那16号的内容 其实在国义上都已经有规范了 而我国并没有采用 直到那去年 就是在咱们去年11月30号 发布那个文件 叫22年10月30号 那在那之前 企业对这类的业务的处理 有三种情况吧 那怎么处理呢 实际上企业可以选的 对吧 因为国际上规定 我国并没有规定啊 那企业可以去选的 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他错 而是说他这种选择 可能对企业的影响 那再有那些环境变化 比如说 适用的财务报告 边基础变化了 税制改革 那么由此可能导致 被难为快与政策的 变更的一些影响 此外 新颁布的财务报告准则 法律法规啊 那他什么时候采用啊 如何采用 或者遵守这种规定啊 那这是我们对他的政策 这块的选择 要加以考虑的 其实主要是什么 不确定的 需要做直接判断的 以及变化的影响 就概括起来 就这几个内容 对吧 不确定的和一些变化的影响 然后呢 咱们来说 在这里我们要考虑 那相关的影响的 说通过疗疑变难及环境 可能有助于我们 那去考虑 并定单位财务报告 预期发生变化领域 比如说 下面以前前预期 会有哪些变化的领域 你通过前面 咱们这都连在一起的啊 通过前面 说这个企业的业务情况啊 内部外部环境啊 我们可以判断 对他这个财务报可能有影响的 然后有变化的领域 结合在一起 那比如说啊 咱们举个例子啊 说咱们前面 说了解病单位发现了病单位 本期有重大的企核病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预期 与核病有关的交易啊 财务预额披露 这肯定会有变化的 因为你有企核病 才会有这些问题 对吧 你要没有话呢 那你这个交易啊 这个处理披露 它就不会有这个变化 所以这是和我们 对应的会计基础 这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相反 说如果啊 说财务报编基础 本期没有重大变化 那我们的了解 也可能有之于 我们确认 上级获得的了解 仍然适用 所以呢 咱们来说啊 就咱们这里的 这些内容 是互为影响的 通过了解 病单位及环境 那可能对 快证则这方面有影响 通过快证则这方面的 反过来 就对病单位及环境的了解 也是相互一个印证的过程 那么咱们说 通过了解病单位的财务报告 整编基础啊 快证则有之于识别 报表层次 或认定层次的重要数据风险 而且有之于识别 特别风险 特别风险的问题啊 那再次强调 我们这一节相关内容 我们这个了解 主要针对的就是 固有风险的这种考虑和识别 但是呢 在这里面 我们要考虑的固有风险因素 这个内容啊 咱们放到第六节来讲解 其实咱们应该是固有风险 全以控制风险 然后行重要数据风险 但是呢 对固有风险因素的考虑 我觉得放第六节来讲 比较恰当 要是我们比较的 相关因素都考虑完了 固有风险这边 然后控制风险都考虑完了 评刷错风险时 咱们再单谈 这个固有风险因素 比较恰当一点啊 这是我们提醒大家的 好了 那在这里啊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题目 其实这个题稍微的啊 做一下 它还有一点点啊 关系 就这个东西 并不一定啊 说非得看教材原文 我们看能做上来啊 19年一个单选题 说夏理官处外师 了解病人单位的快证策 选择运用数法中 问错误的 那其实和我们这个内容有关系啊 我们看一下 A 如果病人单位 变更了重要的快证策 我们要考虑快证策变更 是否能提供更可更相关的信息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为什么 政策变更的要求 这是咱们学会计应该知道的 政策变更要求 如果变更重要的政策 那首先的那政策变更 能提供更可更相关信息的才可以 这是正确的 并呢 是在缺乏权威性标准和共识领域 这外是应当协助被人单位 选用适当政策 那这个呢 不正确 对于这个领域 我们主要是了解 说如果没有权威性标准和共识的 缺乏这类的 那么你企业选用的这种政策 可能带来的影响 就是说你选什么 你自己决定 我不能带他去选 所以这是错了 当然呢 到这里咱们还可以标注一下 说如果你帮他选用的话 还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啊 带行官层职责 影响你独立性 但是呢 咱们即使不考虑到独立性 也知道 并不是要我们去帮他选 因为我们主要考虑是 你且选的 这种政策 它带来的影响 所以这个错了 C 说当新的快计准则颁布实行时 朱块石要考虑 病人大卫是否该用心的 这个没有问题 再说 说朱块石应当关注 病人大卫是否采用激进的快计政策 这是咱们过去相关的说法 现在没有这么去说 但是咱们也是不要关注一下 有什么叫基金的 其实这都是一个相对的 对吧 比如说咱们那个投资返产 咱们有两种激进的模式 成本模式 供应加热模式 在一开始 咱们有投资返产准则时 用成本模式 它就是比较保守的 用供应加热模式就基金的 所以刚刚用的时候 06年刚用的时候 只有9家公司用 那就供应加热模式 那这个时候咱们说 这叫基金的 现在来说呢 那很多企业用供应加热模式 其实也没啥问题 对吧 所以这都是一个相对的 但是说这种激进的政策 可能带来的是一种什么 风险 那是一种风险啊 这话 那这个也没错啊 要考虑的 所以错误的只有避选项 好了 那这是呢 咱们说 对这种业绩衡量 与报告基础的考虑 了解的问题 那到这儿呢 我们实际上将对被人单位基环境了解啊 将这个对被人单位的财报 别人基础和政策的考虑这块 这两方面都了解完了 那还有一个方面 咱们说了是内控的问题 内控内容 比较重要 又多 所以我们放在第三节 第四节 单独来讲 内控说完了 那其实咱们说了解被人单位基环境的 等三个方面 是都讲完的 好吧 好了 这是啊 我们来说 关于呢 咱们的第二节 第二节这个讲完之后啊 主要的针对是 固有风险这一块 主要针对这个啊 然后三四针对 控制风险 了解内控吧 所以合起来 咱们就可以考虑什么 重大错误风险了 但是我们整个第二节啊 其实在考试当中 说直接命题的不太多 可能出的就那么几个关键的结论呢 或一些观点呢 那我觉得咱们是多理解为重 而不是去背他 他不像我们接下来啊 内控那会呢 有些要点还是比较明晰的 而且他连续的影响 比较多 啊 我们第二节 但是理解为主 不要更多去背他 好吧 我们稍事休息 然后进入我们下一节的学习 如果没有转型的经历 我们下期见 有些要点 解答 解答 解答